小雪有点过于着急了 老说一句话是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不是说懈怠生活 而恰恰相反是对 生活的认真和负责 因为我们要过好现在每一天 你说要提前规划很多事情啊 这是对的 可是你知道唯独有一件事情 它是规划不了的吗 就是感情 你说我们三年结婚 五年要孩子 计划赶不上变化 你们现在还都在大学校园里 面对毕业的时候 面对步入社会 步入职场之后 有多少的变化在等着你们 我明白我们对待一段感情 认真 然后希望彼此都能成为 更好的那个自己 可是你要明白 对于她而言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她想要的 你觉得宝言对你来说 是人生非常重要 非常完美的一件事情 可是宝言对她来说不是 就像 在你吃饱穿暖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一件漂亮的衣服 但是对她来说 可能她觉得 我下一顿 吃得比这一顿好一点 我的人生就很开心了 所以要的点不同 你不能拿你觉得认为好的事情 强加在她的身上 然后还要把你这种理论 灌输给她 那你给她的不识爱是一种枷锁 时间长了 她就想要逃开这个枷锁 她就会觉得你给她的爱 是一种压力和负担了 好 谢谢刘娜老师 来 苏琪老师 去年的时候 有一个媒体做95后的婚姻关的调查 46%的男生和61%的女生都说 我首选三观一致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你们的三观是不一致 你想要的生活和她想要的是不一样的 你看到的世界和她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你感受到的欢喜和她感受到的欢喜是不一样的 现在你们遇到的是当你们两个人三观不一致的时候 你们是可以有能力选择一条共同的路 还是干脆我们就各自分道扬镳了 你们现在考虑的根本不是要不要结婚的问题 而是我们各自的人生的终点那个目标 那条路是不是一样的 找到自己的欢喜 找到自己想要的 再去想想对方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琪老师 那些所有想在自己亲手调教下 培养出一个好老公的女人 最后都把这个男人培养成了别人的老公 好好学习 保研 找兼职 再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多有的一切像一条流水线 就这条流水线就是生产好老公的 而你已经不再是她的女朋友 而是那条流水线上的督导 所以你们本来彼此之间浪漫的爱情 让你亲手变成了一次监督与被监督 好老公养成绩 所以你就变得无趣了 你的那种可怜她的优越感 无处不在 虽然你把它解释成是一种关心 不嫌弃 但其实就是嫌弃 你看你每次说的那些话 我们家又不嫌 他们家条件不好 我妈都说了 这男生只要有作为就行 有没有嫌不重要 你以为你所有的这些话 在她看来会是一种宽慰吗 你只能越加地让她感觉到 我家门是不信的 不要按照你的生产线去培养一个男人 规划是要有的 我以前的规划就是做一个科学家 我怎么做主持人了 我 规划 有的时候不起作用 人生最重要的是 每次自信地 去尝试不同的路 其实在我看来 其实她一点都不缺乏安全感 因为她从小就是靠自己 所以她的安全感 是来自于自己对于命运的掌握 你倒是很没有安全感 真正的安全感就来自于 你自信地去体会各种的不安全因素 说实话听你所描述的 你们将来的生活 一点都不美好 很限制 很公式化 很死板 所以我觉得你们去勇于尝试 毕业之后不同的路 规划是要有的 但这种规划 要一定适应得上彼此的变化 你如果真的想培养一个好老公 高级的培养方式 不是用流水线的方式 而是要从内心去激励和点燃的 让这个男人心甘情愿地 为了你所谓规划的那个家 好 谢谢杜老师 好 谢谢杜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